在这件事情生女不生这个问题上 你觉得你看到了她的什么 我觉得我需要她的时候她没错 杜先生 你知道她对什么伤心吗 那个时候是 就是说有请考虑 是打电话说了是不要 后面呢就说有所要的 那中间经历了那么多 她连医院都去了两趟了 去了两趟 这些事情你过问过吗 那个时候没怎么过问 为什么 你把这一点解释清 这就是她难过的地方对吧 她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说到那个事情的时候 距离怎么样 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现在可能就记不 那你怎么看待你自己当时这些做法呢 现在的你怎么看你自己呢 那个时候应该也是那个关系差的了 可以说是差到了几点 这个事情虽然说过了很多年了 事后跟她提的时候 她也是没没理解到 你愿我笑说什么 你直到现在你跟她说 她都不一定能理解 杜先生在妻子最需要她承担和保护的时候 选择了逃避 这样的伤害 承得上追心之痛 面对既不信任自己 也不愿意承担家庭责任的丈夫 施女士失望到了极点 在调解现场 她几乎没有抬头看过杜先生一眼 如何才能帮助他们厘清问题 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呢 观察员吴运首先指出 问题的根本是施女士没有读懂丈夫 施女士丈夫很在意你啊 可是过度的关注变成了监视 频繁的接送变成了查岗 我非常理解你 其实内心是很无语甚至尴尬的 但是我要说的一点是 我觉得你不太懂你的丈夫 你并不了解她真正的内心 我所观察到的你的丈夫 她其实是有一些小情调 小浪漫 小心思的一个男人 她希望期盼着能够和你去独处 分享你们彼此 喜怒哀乐 不是和他人共享 你呢 生性开朗 热情大方 而你的丈夫呢 他可能是个宅男 喜欢安静 内敛含蓄 你有没有想过 你会不会把你更多的一些热情大方 呈现给了你外面其他的朋友 包括异性 却忽略了给这个男人更多的一些 关照 抚慰 因为对彼此的一些行为 处事不认同 你选择了疏离 而这种在亲密关系当中的疏离和无视 其实是加重了他内心的不安全感的 你的这种反差 越大 外热 离冷 让他越将内心抓狂 所以我想你可能不懂得你丈夫 内心他真正的所思 所想 所需 所求 这个是你要去思考的 如果你能够在照顾到丈夫的这些小心思之后 给到他想要的 同时依然可以去有这样的心力呈现给外人 没有问题啊 这样的内外坚固 恐怕丈夫不会对你有更多的威慈